王嘉尔现在很多人都垮了 希望你不要垮 王嘉尔不会垮的 王嘉尔不要垮 不要垮 求求你 加油加油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对 你很棒 真的很棒 王嘉尔这是心虚了 9月13日 王嘉尔现身纽约机场 被粉丝问到近日娱乐圈 频发的塌烦问题 前两分半钟的视频 气氛都很正常 王嘉尔和粉丝热聊寒暄 明天的演出票买不到 因为没刮胡子 所以有点尴尬 不能收粉丝礼物 但是可以收信 用英语上海话 粤语无缝切换 聊家常 可爱你又被炒了好几百了 没得到没得到 没得到 我们能收 我怎么是远远起来 我怎么是远远起来 我怎么远远起来 我怎么远远起来 又不是有点突然 对啊 我们小心回家 还能有票吗 明年了 爱你了 唯独明天还能有票处吗 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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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 我给你戴个口罩好了 唯独到了两分半钟 粉丝开始聊明星塌房这个问题的时候 气氛急转之下 开始紧张 空气凝固 脚趾扣出31厅 王家儿一言不发 眼神向下飘 身体不自觉向后靠 回避粉丝视线和问题 只是轻轻地点头 言语沉默 网友睿平 感觉她很慌 王家儿 我也怕我垮 你看她像不垮样吗 垮定了这表情 看起来有点后悔和担心 感觉有一点点慌 粉丝别骂我 另一个视角的视频中 粉丝喊坏王家儿 王家儿 你永远不会让我没失望的 什么 永远不会让我没失望的 不是我说 别的粉丝见到偶像 估计都是花吃到大叫 你们怎么敬问这些尴尬问题 是有多不信任她 其实王家儿本身花名在外 喜欢泡夜电蹦滴 很多粉丝都觉得 是人类正常的娱乐放松行为 没什么大不了 但近日她和网红弯弯 被爆撕消甚毒 又闹出大粉脱粉事件 就不免让人怀疑 使出蹊跷 网红弯弯曾陪李一峰 前往苏眉岛共度几天几夜 还不是以女友的身份去的 去之前 弯弯在小号上 公开自己刮毛 撕出护理 吃美弯弯 延迟精气的过程 就为了给李一峰 留下最好的印象 说好听一点 这是取悦欣赏人 说难听一点 这是高端内啥的职业修养 弯弯在自己的朋友圈说 她和李胜利 陈伟霆 王嘉尔 黄景瑜等人都认识 又被网友扒出 曾和王嘉尔穿同款巴斯光年T恤 出现在她的多购 红弯现场和MV花絮中 和这样的人牵扯在一起 你说粉丝心里慌不慌 恰好这个时候 一个叫胡冰果的网红下场倒忧 她之前曝光过李一峰戴墨镜做那啥 脏辟明星那啥的时候打女生背 打篮球的明星那啥不给钱等了 在娱乐圈有点人脉 胡冰果称 王嘉尔嘿嘿 帅是帅 but 这一句意犹未尽看破不说破的爆料 意义指向很明显了 一个but 道尽所有 又恰好是这个时候 王嘉尔成立了八年 从出道就开始粉他的最大粉丝战宣布观战 还留下一句 希望你永远记得出发时的初心和勇气 无愧于心 再次盗用 又又又恰好是这个时候 王嘉尔和粉丝用姐妹花pose合照的正面词条 报上热搜 更给人一种词令无音三百两的感觉 所有爆料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都卡在一起 就算没什么也让人觉得有什么发生了 随后便是各种真假难辨的爆料流出 什么粉丝求王嘉尔不要回锅 不然真的兜不住 还有LV要删除王嘉尔的一切相关动态停止合作 不断有网友跳出来爆料说自己的某某朋友和他约过 大V声称看到王嘉尔那几个图真的觉得有点辣眼 他曾被狗仔拍到夜会两女的视频又被救世重提 虽然当时已经辟谣了哈 王嘉尔的瓜吃到现在 爆料的多 失锤的少 有指向的隐秽传闻多 但是大家都不明说就很没意思 还是网友说的好呀 真心建议大家不要追星 因为这样不管哪个明星塌房了 你都能毫无负担的过去凑个热闹 好吗 好吗